而在岁末年终之际 花莲市立幼儿园学期末主题课程 是举办了暖心送旧围炉活动 三百多位的小朋友和市长魏嘉贤 园长等人一起围炉 同时带来了舞蹈 短剧等应景的表演 市长也随后一桌桌的发放糖果 期盼小朋友们牛年头好壮壮 平安快乐的长大 花莲市立幼儿园这学期最后一项主题课程 齐聚幼儿园大众小班小朋友们 在永吉桥下风雨教室 举办暖心送旧围炉活动 老师小朋友各自带来精彩短剧以及表演 为冷冷的19日上午带来暖暖的温度 那我们希望用各种不同体验的氛围 增加刺激每一个孩子在学习过程里面的成长 那再次的要感谢大家对幼儿园的支持 特别感谢我们花莲市民代表会 跟我们幼儿园还有家长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能够办学能够非常非常的 有得到非常多的一个力量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全力的继续支持 我们幼儿园的每一项活动 跟经费上面软体硬体的一个挹注 再次的要感谢大家 也欢迎大家未来有机会 也可以送孩子来花莲市幼儿园来就学学习 园长曾凡杰表示 今年约有330位大众小班小朋友齐聚 提前体验过新年的乐趣 了解围炉的意义 市长魏家贤随后也一桌桌发送牛年巧克力 期盼牛年小朋友头好壮壮身体健康 平安快乐的长大 记得找邦彦华林士报导 钫字幕发送 develops succeeding 鲜址 另一个张法草 云 六 晩